几个原理原则 第一个,你可以把清除给写出来 清除这个范围 这个做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计算清除,跟99%清除一样 就是写一个列回圈 for i 等于4到19 这个19,你可以动态去追踪 ctrl 向下 另外,for j 等于2到最右边 那是11 不过你也可以用追踪的 ctrl 向右 因为如果你的栏宽 不见得是固定的话 那你可以用追踪的 有时候你多一栏少一栏 那你当然如果写固定的话 将来会有问题 所以也可以写成自动去追踪 最右边那一栏是哪一栏 那这个写法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在云端上也有 大概写过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把它写上去 插入一个叫计算清除 for i for j 这个地方的话 前面是先讲 先用for i 再for 先for i 再for j 那其实两个 哪一个上哪个下 其实结果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它先跑横向的 还是先跑中向的 那我们习惯是for i 等于四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怎么知道最下面一列是哪一个列数呢 你可以透过什么 游标放这边 ctrl 向下 去追踪 这一列是哪一列 那叙述的方法就是range 有没有 这个range A4 end 指的是最下方 哪个方向 取得它的列号 ok 所以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以后如果你就照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 那没关系 你把它当范本 以后来参考 不过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打一个哪个储存格 然后有些自动会带出来 有没有 你就点一下 它会出现 打个1 然后空白键 再back回去 前刮弧 上下左右就出来了 空白键一下 back一下 后刮弧 再点一下 那我要抓什么呢 抓列 所以就是row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是它的属性 我就抓到了 ok 那一样的方法 从这边追踪 最右边那一栏 那就是 2到哪一个呢 游标放b3 有没有 最右边一列 最右边一列很简单 点 and 有没有 最右边嘛 刮弧 它有上下左右 那你就找到什么 像最右边 有没有 这个xl to right 然后刮弧 要取的什么 不是row 你不要再取错 取那个column 所以这边的话 打一个column 这样就出来了 所以 你可以透过去追踪的方法 那也就是将来 如果你少一栏 或多一栏 它都会动态的去抓到 那个数字了 但如果你之前写什么 写11的话 那你也只能够11栏 如果你多一个或少一个 它就跑到这里维持了 所以 当然 这种方式 是比较有弹性的 尤其是大型四串表 你的栏跟列会改变的时候 这种写法是比较OK的 好 那我们把计算清除 后面跟这个 这个部分跟前面那个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丢一个空字串给它 它里面的资料 就帮你全部清空了 那清空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要把这个部分 再复制一下 复制到计算这边 那我就是 在撰写 就是说 输出什么东西 也许你输出 这边我先把它mark起来 那也就是我把刚刚的公式 全部都 复制贴过来 那这个顺序 其实 两个上两个下都没关系 有的时候 我会习惯用先列 再栏 有的时候你先栏 再列 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它改回来 好了 先列 再栏 然后呢 本来这个里面的东西 是一个空字串 但是呢 我希望带出一个公式 那公式的话 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 这个地方本来不是写好一个公式 这公式是FV 或者你可以是那个 像刚刚那个 如果不是FV的话 是这个 这个 用这种公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希望把这个公式 复制 直接怎么样 直接放到那个 我想说之前 我好像有一招 就是把它贴上 对不对 把它直接公式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你只要看到列号 这边有列 你可以把它改成I 但是会有个问题 这一哦 这一是蓝 那蓝是哪一个 是这个B 可是问题来了 它现在是数字 可是呢 在公式里面 它不是数字 所以不是数字 你丢一个数字给它 它就不match 除非你把数字转成什么 转成蓝 比如说转2 转成B 3 转成C 再丢过来 是OK可以的 但是可能会太复杂了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哦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把它删掉 那如果你要输出一个东西 假如说呢 你可以套个公式 假如说呢 你将来的是 蓝列都锁起来的话 请你用range 因为它是指的是固定的位置 用range 通常是指